新冠疫情继续延烧 而现在猴豆在全球的疫情来势汹汹 原来是中西非国家 后来从5月开始欧美地区扩散 在这个星期进入亚洲 新加坡跟南韩周三都通报了猴豆的确诊病例 根据美国CDC统计推算 目前猴豆的疫情蔓延了全球42国 全世界感染人数突破3000人 这已经引发公卫专家担忧 世界卫生组织在23号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是否要把猴豆列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 结果揭晓了台湾在今天也已经公告 会把猴豆列为第二类法定传染病 如果发现疑似个案 在24小时之内必须立刻完成通报 猴豆疫情烧进东南亚 新加坡22号证实首宗禁卫移入病例 一名42岁的英国奇空服员入境后确诊 目前状况稳定 而在同一天东北亚也出现熟利感染 一名30多岁的韩籍人士 从德国返韩出现头痛 发烧 喉咙痛 皮肤病变 入境时主动通报 隔离期间经病毒检测 确诊感染猴豆 这个月8号南韩已经将猴豆列为二级传染病 22号起宣布再加强入境检疫 要求来自英国西班牙德国等欧美二十七个 猴豆热区的人员必须缴交健康声明书 同时实施更严格体温检测 人数共同传染病猴豆 病毒通过密切接触 由动物传染给人 一开始会出现头痛 发烧和呼吸道症状 接着会出现皮肤诊 而与猴豆患者接触 也可能遭到感染 南韩迅速启动隔离治疗 相关接触者最常必须隔离二十一天 只是好不容易挺过 大开国门要拼观光 猴豆疫情又来势汹汹 南韩总统尹熙悦不敢大意 第一时间只是相关部门 做好万全准备 计划加速引进疫苗 和抗猴豆药物 最快七月中投入使用 几个月前流行于中西非国家的猴豆 自五月份开始蔓延全球 新一轮疫情首线英国 接着就在医疗资源充足的欧美地区 大规模扩散 停办两年的世界最大露天音乐节 格拉斯顿博里当代表演艺术节 重新在英国登场 超过二十万人密切接触 也引发工卫专家担忧 全美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五十人确诊后斗 为了让可疑病例尽快接受检测 拜登政府二十二号授权民间实验室 加入检测行列 未来每个星期的检测量 有望从八千次提高到上万次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以各国通报资料为基础推算 猴豆疫情已经至少蔓延四十二国 确诊者突破三千例 原本老神在在的世卫组织 也不得不紧张起来 二十三号就开紧急会议 研讨是否要将猴豆疫情 正式列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 而原本被称为非洲猴豆病毒的猴豆 因为以非洲地区命名备受争议 公卫专家呼吁改名 世卫组织也预计在紧急会议上 为猴豆重新命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